袁文哉,逐就書接上一會, 慕容指令一隻在船上注視著岸上的一切, 他就覺得這個武明智比自己當年更猛, 他有一片好心,對方看成惡意, 真是猛到上心口, 後來他見到一陣風要拼命, 可能武明智在情急之中自衛出手, 會傷了他的命, 如果一陣風一死, 武明智和中原武林人士的冤仇就會越劫越深, 所以就暗暗用物陰入熱之宮, 叫一陣風快走為上策, 這個一陣風得不愧是老江湖, 就算走,都要被對手一個措手不及, 所以他忍著痛,突然大學一聲, 小怪,我和你拼命, 他人跟著跳起來, 武明智就以為對方真的要跟自己拼命, 馬上嚇到向後彈開幾步, 怎知一陣風的身形一閃, 馬上消失在夜幕之中, 不見了人影, 武明智就不明白, 這個老乞衣走了, 他不是要自己跟著他去嗎? 他突然醒悟, 老乞衣一走了, 以後如果又圍欄阿公, 那怎麼辦? 他竟然狠狠到急著叫, 喂喂, 老乞衣, 你不要走, 我跟著你去的, 講完就想追了, 阿公, 阿公, 我跟著他去不行, 他以後又回來圍欄你的, 阿公, 我跟著他去不行, 他以後又回來圍欄你的, 阿公, 自己一定要暗中保護他, 他就說, 明仔, 你就算跟著他去, 他要圍欄我, 日後都會圍欄我, 阿公, 難道這個人說話不算數嗎? 我看他說話就算數, 他以後恐怕不會來圍欄我們, 我擔心的是, 他不會來圍欄我, 但是以後有更多的人來找我們麻煩, 更多的人啊? 是啊, 那我們怎麼辦? 最最好的辦法, 就是找一個無人知的偏僻地方, 隱藏, 避開他們的追蹤咯, 那我們不去四川嗎? 是啊, 那去四川又怎麼可以躲起來呢? 我們只隱藏三四個月, 等到他們找不到我們了, 稍微平, 平息了一下, 我們再扮成其他人去就行了。 三四個月再去? 那明年趕不趕到四川嗎? 趕得到, 趕得到, 最多我們就不去遊玩行山, 看看洞庭護護車。 阿公, 那你不要說說了, 只要你在隱藏的地方, 學我那本書, 我就被什麼都學開心, 再說那些地方, 那些明明山大村, 我們去四川回來, 再遊玩也不晚了。 是啊, 哦, 這樣啊, 阿公, 那我們去哪裡躲起來呢? 我知道有個地方, 沒有人注意的, 去那裡隱藏就最好了。 那我們什麼時候去呢? 嗯, 最好今晚就去, 這樣就更加沒有人知道, 我們去了那邊嘛。 哦, 那我吩咐艇家, 馬上開船, 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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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不能坐這條船的了, 這條船已經被人注意了, 我們無論去到哪裡, 就一定有人知道的了。 那我們走路啊? 哎呀, 汽船走, 走路咯。 啊, 阿公, 我沒問題啊, 你不辛苦的? 辛苦就沒什麼, 只只可惜我又不會輕功, 沒有你那麼本本事, 要不然, 我們今晚就可以去, 去到那個地方了。 啊, 那不怕,阿公, 我背你啊。 你, 你背我? 你, 你背著我, 可可以施展輕功嗎? 你放心吧, 阿公, 以前我都背過柳爺爺攀山月嶺, 爬上遣風, 哦, 那就最最好了, 如果我們在天光之前, 去得到那個地方呢, 就沒有人留意到我們了, 那一後, 你, 你就可以安靜地讀我那本書, 不要人打擾我們了。 於是, 他們就打發了船家走, 帶上行裝, 然後, 武明志就背著那個指令, 嘩, 真是舉步如飛, 在黑夜下面就翻山月亮而去, 那個指令撥在武明志的背井, 嘩, 聽到他耳朵, 呼呼聲風響, 他的原野山嶺, 幾乎在眼前一閃就過的, 那個武明志身發的快捷, 十足天空中的流星感, 瞭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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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瞭, 武明志身發那麼快捷, 真是出乎指令的想像之外, 他就想, 啊, 這個猛仔啊, 年紀不過十五六歲, 竟然有現在武林中任何一類高手, 都達不到的極佳輕功, 看來真是可以, 和名震武林的天山怪盒的輕功, 就相容比美了, 自己當年好像他那麼大的時候, 哪有這樣的武功啊, 唉, 真是前光後浪推前浪, 世上新人超夠人啊, 當這麼武林有這樣的猛仔, 可以說是武林的幸運, 唉, 可惜一個心地這麼好, 同心似水的少年, 竟然為武林正派人士所不用, 又是的, 那些人都不想想, 萬一將那個猛仔逼上了絕路, 或者將來被黑道人物拉了過去, 後果真是不堪設想啊, 子玲想到這裏, 更加感到自己責任重大, 他一時想不到什麼辦法, 向武林人士澄清這件事, 現在最緊要的就是, 確保這個武明治千萬不要走上邪路, 這樣就是最緊要的, 如果不是, 就算憑著自己的聲望向武林, 武林人士說明都沒用了, 看來, 要想澄清武林中的冤案,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, 自己過去就經歷過很多風雨, 唉, 為了個名義, 以後要想想辦法才行, 好了, 無明治是背著那個子玲, 一直不斷跑, 與其說跑不如說灰, 臨近天江, 在子玲的指引下, 來到行山中, 一處群風聳立的新山裡面, 他們撥開了驚激松林, 入了一個非常乾爽的岩洞裡面, 這個就是當年子玲和小魔女養傷藏身的藏鷹棟, 這個棟一直都沒有人知道, 岩洞裡面, 不單只有床, 有皮肉, 還有一些糧食, 還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, 究竟這個岩洞四周十幾里內, 就沒有人煙的, 但是現在就不同了, 在這個岩洞無遠的山坳道, 住了一戶人家, 裡面有一對中年夫婦, 平日靠打柴為生, 其實這對夫婦, 都是武林中小有的高手, 不過他們一直深藏不老, 這對夫婦是誰派來的呢? 沒有, 他們就是子玲和小魔女派來這裡, 既做子玲的耳目, 也負責看管和打掃這個藏鷹棟的得力家人, 現在子玲帶著武明智來到這裡, 目的就是要造就武明智成為當代武林中一位奇人, 在江湖上就行俠仗義, 徐步安良, 即使自己將來歸天, 也有一個傳人, 武明智帶著很好奇的目光, 看著岩湖裡面一起, 這個岩湖就沒有他住過的九幽洞那麼寬大那麼迷利, 就更沒有他姑姑所住的岩湖那麼險峻那麼怪異, 只但是勝在小口玲珑, 乾爽夾光亮, 他很奇怪地問, 阿公, 這個岩湖是不是有人住的? 萬一他回來, 會不會怪我們啞了他的洞? 這個岩湖是我住的, 除了我和我家人, 沒有人來的了, 你放心吧! 阿公, 這個岩湖是你的家嗎? 沒有名字就不明白, 一個讀書人怎麼會走來這個岩湖住的? 吳明仔, 你不要問, 我喜歡遊山換換水, 這裡是有名的南越行山中一個山峰, 我往日遊行山就不想住客棧, 因為客棧要錢, 我無意中找到這個荒僻的岩湖, 我就在這裡住住了, 阿明仔, 你就用心在這裡讀我那本書, 讓你學會了我十字秘訣的運用方法, 以後再和別人交手, 就不會動動, 就弄斷別人手腳, 最多就是把他震飛, 令他們不敢輕易冒煩你。 真的嗎? 今天比我姑姑教我的武功更好? 紫玲也沒有再多說, 就篤出武明智學那十字秘訣的運用方法, 一學就四個月了。 四個月來, 紫玲不僅將寧南怪老人一身的絕可, 也將自己多年的心得, 傾巢教授給武明智。 哇, 這樣一來, 武明智就執保了, 他的武功大准, 達到了震金匿鼓的景地, 他現在不單止可以揮囚成棍, 隔空瘋人越位, 更加可以靈空洩密, 身都不動, 只要運氣, 就可以將飛過頭頂的掌, 放下來了。 哈哈, 武明智這一身真氣, 已經雲厚到武法之比擬, 過去他就不會控制駕馭運用, 現在, 他學會了武林中絕頂的上乘武功, 十字法, 從這個十字中, 又演變為深奧莫測的種種上乘武功, 譬如什麼吹心掌, 無形劍, 隔空點穴, 靈空飛道, 等等, 到了這一陣, 他才可以說真正介入了自己體內真氣的主人, 能夠真正控制治愈, 運用猶心, 同時都好像一代奇俠子靈一樣, 達到反撲歸真的最上乘境地, 目光神穩收斂, 任何武林的上乘高手, 怎樣都看不出, 他是身為驚人絕技, 和一身其口真氣的人, 還有, 連聲音都開始老牛了, 唉, 連內功練到奴火純青的上乘境地的時候, 一個人的氣質, 外形, 全部都收斂了, 外表體道和普通人一樣, 怎麼都看不出他這麼厲害的呢? 自靈見到武明志在短短四個月中, 就將這些神功練成了, 肯定開心了, 但是唯一, 有一件事感到遺憾, 是什麼呢? 就武明志身體內的真氣, 不是自己的九陽真氣, 嚴格來說, 還未算是自己真正的衣撥傳人, 只是自己一個門人, 因為九陽真功, 是一種純陽的內功, 而太月真功, 就是純陰的內功, 武明志所練的怪異內功, 就是陰陽兼有, 就近乎少林之的易根經那種內功, 但是又沒有易根經那麼純和, 以武林正派人士來說, 武明志練的就是邪派中最上乘的內功, 再說純陵看到武明志的神功初成, 看來可以放心給這個猛仔一個人去江湖上走動, 於是就說, 明明仔啊, 我知道你武功現在已經很教慣了, 不過我希望你要注重武德兩個字, 武德啊, 什麼武德啊? 武武德呢, 就是武林中人的杜杜丹, 就是說千萬不要似藝欺忍, 更加不要濫濫殺無辜, 幾幾十年前, 武林中就以莫不怪黑的武武德最好, 他不單止不會似藝欺忍, 濫殺無辜, 就算不會武功的人罵他, 甚至打他, 他都不會還手, 他的武功真是很教官, 舉手之間就可以拿人的命了, 以你來說呢, 你當然不會去欺忍, 和無故傷忍, 但是就怕你, 如果碰到一些橫蠻不懂武功的人, 打你, 罵你, 你會忍不住出手的, 阿公, 那我難道任他們打我罵你嗎? 你最好就能夠做到打不還手, 罵罵不還口, 跟他們說道理咯, 阿公, 萬一他們不說道理, 將我打傷怎麼辦? 吳明仔, 以你現在看來的真氣, 不會武功的人怎麼打, 打你都打你不傷的了, 人家要打你, 你就走咯, 不理他們就什麼事都沒有了, 哦, 阿公, 我以後不理他們就是了, 當然, 和話又說回頭, 對一些又惡, 又會武功的人, 你不單止不能夠任由他們打你, 就算見到他們殺害別人的時候, 你就要他們管, 千萬不能夠不管的, 阿公, 這一點我知道, 救人一命, 勝造七級佛徒嘛, 沒錯啦, 不過, 對圍惡不多的人, 你最最多就是, 懲罰一下他們, 一下就行了, 不需要拿他們的命, 但是, 對那些十惡不赦赦的匪徒, 你可以用你劉劉爺爺的六合掌法, 殺了他們, 以免他再危害江湖嘛, 殺了他們? 阿公, 這樣行嗎? 為什麼不行? 殺一個惡人, 可以救很多好人的嘛, 阿公呀, 一個人是無權殺人的嘛, 啊, 那你就是任由他們作惡了嗎? 不是呀, 我作了他, 可以交給官府嘛, 哈哈哈哈哈哈, 子凌笑得說不出話, 他心想, 唉, 我還擔心這個猛仔日後會濫殺無辜, 看來真的多元, 這個猛仔不單止不會傷人的命, 簡直太天真, 交給官府, 官府才懶理你們江湖上的恩怨仇殺, 說不定他罵你跟他們添麻煩, 唉, 不過這樣也好, 起碼那個猛仔就不會亂傷人命, 以後怎樣, 很難說的, 讓那個猛仔出來自己碰釘, 接受一下教訓, 或者會這一點都未定, 唉, 算了, 說多無謂, 最後說, 嗯, 嗯, 你認為對, 就去做吧, 嗯, 明仔, 你在這裡住了四個月, 阿公, 你現在應該起程去, 去四川了, 不過呢, 你像我, 我就不能跟你同行了, 阿公, 你不去四川了嗎? 我去, 是去, 但是, 你, 你, 你和我在一起, 明, 明年四月, 你過不到去成都的了, 阿公, 那可以背著你繼續走嗎? 算了, 你, 你背我走, 我, 我, 還要游山換水水的嘛, 你背著我, 一陣風, 那我看, 看什麼, 是吧? 再再說, 我每到一個地方, 我都喜歡逗留三, 三幾天, 看一看當當地的明山聖經的嘛, 那, 你還是一個人去四川, 你會回你兄弟, 你放心, 以後, 我們有雙雙見日主的, 沒有明知就沒有出聲, 他現在認真不想離開指令, 但是想到, 阿公今次出來的目的, 其實要遊歷各處的明山大村, 總不能夠要阿公跟著自己去四川的, 沒辦法啦, 唯有說, 好啊, 阿公, 那我什麼時候起程好啊? 不以你的武功呢, 要趕趕去成都, 一個月足夠啦, 現在來明年四四月份, 還有半年幾日日子, 你又不用急急著走, 住多三三四日再再走啦, 我還有些話要跟你講講的, 哦, 好啊, 那我再住多三四日呢? 好了, 那在這三四日當中, 那這個指令有什麼話要跟他說呢? 會不會公開自己的真實身份? 那日後, 無名字會吃到什麼虧呀? 這些全部能將來才講, 起碼明天你再收聽啦! 好啊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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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!